孙琳 你又疼我了 你凭什么没有我的运气去拿到我公司三十万 我为什么不能拿 就凭你是公司老板 我是你的女朋友 我是公司的老板不假 可公司还有其他的股东 你让我怎么跟他们交代 麻烦把钱还回来 还是还不来了 我已经拿去给我弟弟交房子守护了 什么 你拿我公司的钱去给你弟弟买房子 你知道什么行为吗 哎 孙琳 你干嘛去啊 我还能干什么去 我把车卖了把公司这堵上 别了 车也让我给抵押了 那买新房子不还得装修吗 周淼 我这X是扶了你的 你拿我当什么的 提款机吗 你弟弟上大学学费是我拿的 他毕业以后工作也是我安排的 现在就连买房子也给我拿钱 你让我生孩子 是不是也得让我帮忙啊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咱俩都快结婚了 我连支配你钱的资格都没有了吗 再说了 他是我亲弟弟 我作为亲姐姐 给我帮他一把脚了 对了 我弟弟还想买个新手机 你开始办吧 姑娘说世人话嘛 老话说的好 娶妻不娶福地摩 这回我真是长见识了 他娶的是你又不是你弟弟 买个手机都需要别人帮忙 不是你谁啊 我家的事 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是你男朋友公司的鼓动 你花的钱也是我的钱 做做木管 我说孙玲 我花你点钱你至于吗 这回你还想想结了 那就不结了 谁愿意到福地摩的吸收品呢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最好把公司钱还回来 不然咋停下去 别难过孙总 其实这个对于你来说呢 也是一种解脱 你可以去EWB学校办法看一看 上面的女孩子呢 都是身份认证过的 而且呢聊点还免费 一定会找到更适合你的那一个的 谢谢小姐 亲爱的 亲爱的 你看咱俩晚上不用做菜了 所以我告诉你 这些剩菜剩饭 你爱吃你自己吃 不是亲爱的 我这不是看你喜欢吃这个菜吗 咱俩订婚一样 你都能打包剩菜剩饭 你能不能别老的小酸样 不是亲爱的 这是这么多人呢 咱有啥事 上头说我行的吗 没知道丢人啊 你在我亲朋面前丢人 都得还不够吗 你这辈子 就只能是个无能的窩囊肺 我是窩囊肺 我在你面前 我不就是个小保姆吗 不是龙女你等我说话呢 保姆怎么了 在我眼里 你能不能男人都算不上 我今天 男人都会给你看看 我每天在家活得跟狗一样 你每天在家就是高高在上的样子 我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生态给你生气 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你能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能觉得我是你发费的兄来的福气 不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 对于我问心无愧 在家的时候 我让你做我一次赛 扫过一次地嘛 我每个位工资 按时上交 我想每条一天 我都每继续都全求你给我零花点 我手机用的脸 你不按了一半 我不敢说 因为我就是个窝囊肺 我就是窝囊肺 你这什么态度啊 这不是您该做的吗 我告诉你 别给脸不要脸 我看你是白脸不要脸吧 姐 我真没想到啊 我弟弟跟你受这么大的委屈 他在我家被全家当个宝一样 你凭什么呀 首先他是男朋友 第四 他也是个顶片立地的男人 行呐 龙云 这回有人跟你撑腰了是吗 你别忘了 你当初是怎么卑微的求我 跟你在一起的 你每次都拿我对你的好当作 李祖英的 只要你一声令驾 我就安钱马后屁颠屁颠的位置 我原本以为你会有一点感动 对我爱你 你就可以肆意践踏我对你的包容吗 不是龙云什么意思啊 再刚把蓝丁火焰 这回你不想结了是吗 你给我听好了 小爷不出 看一看 上面的女孩呢 都是心目认证的 而且聊天还免费 我觉得你会找到适合你那一个的 周瑜 周瑜 你凭什么追我到一半不追了 怎么了周瑜 哟 我说咋不追了 好好吃晚饭去了 小姑娘 说话说把嘴巴放干净点 不好意思了周瑜 你到底有完没完了 她是我老板 你到底有怎么样 我就想知道你凭啥不追了 我是一个慢热的人 怎么能因为跟你聊天就跟你在一起吧 你就不能再等等吗 我可以等 但是你得给我一个时间节点吧 一了白就说再等等 再等等 玩游戏也得有个进度条吧 你怎么就那么急啊 咱们俩才认识多久啊 你还没看到我的缺点呢 我知道你这个好人 咱们俩总不能获迷其谋的开始 又稀里糊涂的结束吧 你咱们学费给我发好人卡了 行吗 再给我点时间 我现在就是没这里 就像那样的 行了 你别我信我了行吗 每次方便过节 我左一个红包 又一个口红给你送你的 包括你现在的手机 都是我给你买的吗 两年了 我自己的手机都没有换过 一个人的付出叫牺牲 两个人的付出才叫爱 你追过你喜欢我 你就应该承受这些 但我替她说 她不注意的还不行吗 你在想上别人对你好的时候 你考虑考虑 你配不配上她对你的好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小胡乱别太过分了 你不就是享受 高高在上别人去的感觉吗 周瑜我知道我做的不对 你再给我点时间 我先好好考虑考虑 没有这个必要了 你没心自愤 你有真心想要 跟我好好在一起过吗 你不就是想吊着我吗 我没有 你别再给我希望了 我私心健全 勤劳勇敢踏实肯干 我就是因为追你 我才觉得我自己一无是处 这舔狗啊 我不是当了 周瑜 Fuck 周瑜 没事周瑜 你可以去一队的地区上 看一看 他们的女孩呢 都是十分认证的 而且聊天还免费 你一定会找到 适合你的那一个 好 你干什么呢 姑娘 不好意思啊 我就拍个照 怎么了 亲爱的 没什么事 这是什么 这村里的呀 是啊 没想到吧 我已经不是当年的熊小子了 这是谁啊 这是我现在的女朋友 而且 达拉已经分手了 过去一段过去 诶 等等 周瑜 以前是我才不同事的 我承认 你要相信我 我还是喜欢你 都我们俩和好吗 小姑娘要不要点厉害呢 拼出去 他会一直等你啊 跟你说话了吗 你看你这衣饭是我买的 鞋也是我买的 我知道你还喜欢我 我也喜欢你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和好 够啊 够啊 我最拿熬的时候你在哪 我一个人追不住的时候你在哪 我关闺到活不下去的时候 你又在哪 那些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都不在 你凭什么说你喜欢我 那有时候都怪我呀 你跟着守着你那个创业 梦你这除了吃饭 睡觉就着工作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为的是什么呀 我为的不是 我们能过来更好的生活吗 有你 你做什么都有你 你在哪个地方都上的 你这么不现实际的幻想 为了创业你把车房都卖了 你想过我吗 这就是你毅然居然 上别人车的理由吗 行了 现在说这些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你也看到了 这是我女朋友 我俩是在一队上认识的 上面实名认证 而且留钱免费 她跟你不一样 她善解人意 能陪我吃苦 所以我现在没有让她数 我创业成功了 我们俩现在很幸福 可当时我也陪你吃苦了呀 自然哪个月的时候 她不是从我的公司里拿的 可是那天上别人车的时候 你有看她一眼吗 你根本就不知道 那天你留下一个人在雨里吗 她有多伤心 多难过 我当时太幼稚了 我当时不懂事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离开了我 什么叫做雨 夏天的棉袄 冬天的菩萨 还有我心冷厚你的烟情 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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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一 你这样就没听见呢 不是我们都分手了 你能放过我吗 我没同意听吗 你说分就分呢 我不喜欢你了 懂了吗 不是 陆一 你当时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说 那些天秘密都是骗人的呀 我骗你 你前段时间跟我说 把我出去玩两天 结果呢 比没有三个男的 你现在跟男的出去玩 都不避着我了吗 我不就是出去玩了吗 暂数了 你平常工作那么忙 都没有时间陪我 这就是你跟前男友 出去玩的理由吗 你 你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那房子里面 有你的前男友吗 我跟他就出了三天 那算什么前男友啊 你就因为这家小事 就跟我分手啊 这叫小事吗 我那天给你打了十多个电话 你接了吗 那我不都跟你解释过了吗 我就是玩太刀心 我没看着 是啊 玩完之后呢 你去哪了 需要我把房证明拿出来给你看吗 不是 那我不是跟我闺蜜 你自己注意起了吗 你能别走怀疑我吗 听你撒了这些谎 我都懒得去拆穿你 平时我工作真的很忙 鲜加时间 我还要做海报来补贴家用 可是你呢 你看看你现在 你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不是你现在开始嫌弃我了是吗 那你当时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说那些假模假样屁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今天会后悔啊 不是姑娘 我都听不下去了 你也二十好几个人了 能处一下咱这好好处 不能处咱这各自安好处 捧在手里那才是花 舱围着转的 那是谁 不是杨哥 你跟谁一伙的呀 我找你来 不是为了让你帮他说话的 我不是帮他说话 谁对谁错我还是能分请的 这样 弟弟你年纪也不小了 多把精力放在工作上 你看这是不怪兽 里面有海量的县程的海报模板 海报logo十秒钟轻松搞定 工作起来省时又省力 我告诉你路易 今天不老话说明白 咱俩谁也别想走 我求求你 你放过我好吗 我已经好不容易从咱俩放出 那种感情中走出来了 你干嘛还要折磨我 你忍不了你那人 只要我没同意分手 就分不了 我真是受够了我告诉你 今天这手我分定了 我们结束了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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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 你回来 你回来 我记得 你回来